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沈婷一直在城东的寺庙里,所以这么些年来,我从未去过。 前些日子,我身子不大好,现如今稍微好点了,便想着去寺庙里拜一拜。 到了地方,我才发觉这是城东的寺庙。 我看向抬轿的小丝,是个新来的,我只是看了一眼,王嬷嬷便开口了。 错了,我们要去的是承熙的寺庙,改道吧。 我突然就放下了软轿的帘子,听到了那小丝的反驳。 嬷嬷,小的听说这城东的寺庙灵验得很啊,所以才自作主张将少夫人带到了这里。 少夫人她久病出狱,拜一拜也是好的呀。 我掀开了帘子,看了眼那小丝,看来是有人要我来这里啊。 罢了,来都来了。 我拜了拜佛,去见了主持,想着去后院的厢房歇息,喝喝茶。 我故意慢些走着,也是顺了那些人的意。 果不其然,我看到了沈婷,还有她身边的一大家子人。 看着沈婷七贤子孝,和和美美的一大家子。 我的脚步一顿,王嬷嬷扶住了我。 嬷嬷,传人,我们回府,回府。 回去的路上,想到刚刚看到的画面,还是觉得心梗。 原来他们想让我看到的竟是这样的画面。 想当初,圣上大怒。 她逃去佛庙躲清静。 我却被婆母困在这将军府,操劳着这偌大的将军府。 回到府里,我下了叫,向嬷嬷使了个眼神。 王嬷嬷平退了其他婢女,扶我进了房。 嬷嬷替我针上茶,老夫人,你也别生气。 这是说不定是有人故意为之。 我放下茶杯,嬷嬷,去把这件事查清楚,对了。 刚刚抬轿的那几个小丝,赏顿板子,发卖了去。 王嬷嬷是我身边的老人,半是麻利,不出三日,便打听到了来龙去脉。 我看着在我面前欲言又止的嬷嬷,说道, 嬷嬷,你说吧,我还是受得住的。 可我还是高估了我的承受能力,更是低估了他们的卑鄙无耻。 沈婷当时在寺庙不过两年,便遇到了林姝儿,她那先前差点一亲的心上人。 我被婆母压着,不能回母家,困在这将军府。 她儿子却在那寺庙里,与那心上人过着神仙日子。 我以为这是无人知晓,可结果却是无人不知啊。 他们整个将军府都知,偏是瞒着我一人。 我一时气急,晕了过去,半夜又发起了高烧。 本就有了年岁,又是大病出狱。 嬷嬷托人请了太医,太医把了脉,一脸凝重。 我昏睡着,像个旁人似的看着我这小半生。 我和沈婷是太后赐婚。 我们的第一次相见就是在大婚之时。 我们这桩亲事,是她不情,我不愿,却无人敢抗旨。 两年日子,虽不是花成蜜旧,但也算是相敬如宾。 我有了身孕,这本是件好的事情。 我和沈婷也因为这个连着我们血脉的小家伙变得亲近, 她会在回家之时给我带回个赞话。 我给她绣着礼仪。 我想着,我已是嫁入将军府了,也只能这样继续生活着。 虽然沈婷不是我所仰慕的人,但也还凑合。 本想着这日子会越过越好,却不成想临书而回京了。 她死了夫君,回不了母家,又不经意地偶遇了沈婷。 之后两人就情复燃,沈婷回家晚了,也不再带什么物件回家了。 我去寺庙里求佛,指望着之后的日子平安顺遂。 却不想遇到了林书尔,她缠着我要回将军府讨杯茶吃。 我不好意思拒绝,便和她一起回了将军府。 林书尔讲着她和沈婷的往事,我只是笑着,没出声。 林书尔见我没什么反应,也是无趣,便离开了。 林书尔离开的当晚,我就开始腹痛。 我心里不安,招呼着人去请了太医。 赶忙叫沈婷回来。 太医说怕是要早产,人多眼杂的,也不好意思说明缘由。 派去请沈婷的人独自回来了。 夫人,将军她,她在林小姐那里。 将军说不一会儿便回。 我突然就放下了,我还在期许些什么呢? 本就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半路夫妻,我现在能靠的只有我自己。 我疼了一夜,也没生下来。 嬷嬷一直在我耳边说话。 姑娘,坚持住啊,你这可要老身怎么活呀? 太医为我煎了药,嬷嬷给我喂下。 直到太阳升起,我才诞下一子。 沈婷回来,正好听到了孩子的啼哭。 只是那声音弱得跟猫似的,听得人心疼。 我累极了,睡了过去,再睁眼,就看到已在床边的沈婷。 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让嬷嬷带来了孩子。 那小小的一团在我怀中,我看着她,眼中的柔情不断。 只是心里却是充满悲哀。 孩子的哭声吵醒了沈婷。 她看着我,我只是别开了眼。 夫人,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一时贪吃了酒。 我,将军,孩子还没名字呢? 给孩子想一个吧。 看着淡漠的我,沈婷慌了神,夫人功高,就由夫人来起吧。 我摸了摸小孩的额头,就叫神里吧。 长大后有规矩,有态度,能明示礼。 沈婷羞愧地低下了头,却也认下了这个名字。 小李胎里不足,精心养着,却也还是没有福气,在她祖母怀里咽了气。 而沈婷呢?她又不在。 听嬷嬷说她正陪着林叔儿游山玩水。 我在祠堂拜着。 去了也好,也不用来这世间受益遭苦,来这不美满的家庭过活。 去了也好啊。 我晕倒在祠堂,醒来后写了一封和离书给了沈婷。 只是她竟不愿,可她凭什么不愿? 我们的婚事表面上是太后座主,可谁都知道这是圣上的意思。 和离是不可能的。 沈婷她躲去了寺庙。 我想回母家,可我在母家也没有仪仗啊。 就这样,我只得留在将军府,一步步地走上沈婷给我算计之中。 迷迷糊糊间,我身处在一片迷雾之间。 像是有什么东西指引着我向前。 有声音在我耳畔。 夫人,过了前面的桥,你就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我站在桥头,徘徊着。 重新来过,可重新来过,我有得选吗? 许是看出了我的犹豫,那声音又在耳旁响起。 夫人,难道你不想让那些负了你的人得到报应吗? 我想,可为什么要重来? 为什么要重新浪费仪式在那样的人身上? 他们负我的,这一事就要有所报应,我才不过这桥。 我一下子惊醒,看着身边哭肿了眼的王嬷嬷。 嬷嬷,不必伤心了,我没事,我们还有要紧的事呢。 我派王嬷嬷去把账本整理出来。 沈婷,这笔账我可是要好好算清楚。 王嬷嬷的儿子被我派去寻那日抬轿的小厮, 我这心里总是存了一个遗影。 他们藏了那么些年,怎么会突然引着我去发现这些呢? 那是谁? 他让我看到这些又是为了什么? 我花了十几日才将这账本理清楚。 我自己一个人和王嬷嬷理着这些账,不愿让他人察觉。 他们还算有些心肠,没动我的嫁妆。 也可能是他们看不上我那点嫁妆。 王嬷嬷的儿子办事倒是利索, 不出两日便寻来了那日的小厮。 那小厮受了罚,倒也是说了实话。 只是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 那人给了他钱财,让他把我引到城东的寺庙里。 我问他可见过那人的相貌。 那小厮苦笑,少夫人,那人捂得岩石, 又隔着屏风,再说了,这件小人的。 也许不是主子啊,我看着他,想着也问不出什么了。 我抬手示意王嬷嬷放他离开。 我先是回禀了老夫人说是身子不适, 推脱了这几日的请安。 老夫人虽心里不适,却也是挑不出我的错处。 我让王嬷嬷给我请了郎中, 我的身子总是有些不太好。 我特意让嬷嬷从城外找了个郎中, 倒是也小有名气。 嬷嬷带着郎中从后门进来, 避开了将军府的人。 郎中替我把了脉, 嬷嬷看着郎中逐渐皱起的眉头, 不由地担忧起来。 张郎中, 我家夫人的身子可是有什么问题啊? 郎中抽回替我把脉的手, 夫人可否生育。 嬷嬷替我回答着郎中的问题。 我们夫人五年前曾生育过一次, 还是难产, 可是那次伤了身子。 只见那郎中悄嬷嬷地松了口气, 那便是了。 想来夫人儿时也是受过苦的, 身子本就没有僵养好, 在家之生子时又伤了身子。 只是,只是。 郎中有话不妨直说, 夫人, 你这是伤了身子, 拿些补药养也就好了, 只是, 只是你为何还喝着另一味药啊? 这药虽无毒, 只是并无进步之效啊。 听完郎中的话, 我突然觉得后怕, 这是这样无毒。 药是这样有毒呢? 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些年。 我让王嬷嬷去拿来了我那汤药的药渣, 那药是将军府找来的太医给我开的药, 我一直喝着, 没起过疑心。 只是不知这太医, 听的是谁的命令呢? 看好了药渣, 郎中给我留下了新的药方。 王嬷嬷不太放心, 又找了其他的郎中看着药方, 都说是没有害处的。 我让王嬷嬷去寻当时 给我看身子的那位太医。 我想着这些事情,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太医大抵是收了将军府的钱财, 皇帝大概是不知情的。 一来这些小事, 大抵是传不到圣上耳边的, 二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益处, 他想要的无非是太区与将军府两家之间相安无事。 王嬷嬷确认了药方无误后便开始给我煎药。 我看着王嬷嬷端给我的药, 旁边还放着蜜饯。 看着嬷嬷想要掉泪的样子, 我有些欲哭无泪。 嬷嬷,哭什么呢? 我们不是把这件事解决了吗? 嬷嬷叹了口气, 夫人, 奴婢这是心疼你。 嬷嬷, 郎中说了, 按照她的药方养起来, 会好的。 嬷嬷, 我有件事要嘱咐你, 明日, 你去老太太屋里, 说我要抱养一个孩子。 就说我思念礼儿, 忧思成疾。 晚上, 我躺在榻上, 脑子确实乱得很。 或许我当时为了逃避而选的这条路, 本来就不是一条好走的路。 我是府里述出的女儿, 但相对其他府里的庶女来说, 也是过得不错了。 主母虽不惜我们, 但也没有为难。 父亲带我们倒是好的, 他不在意这些敌数之分。 我的生母是在我四五岁时没的, 说是冲撞了主母, 被打死了。 可我知道, 三王爷家那个贵妾, 长得和我母亲一模一样。 他们都不知, 我也只能不知。 那时我已经记事了, 所以之后的我才会谨小慎微。 父亲带我们是好, 可我也清楚, 他护不住我们。 如果有一天需要, 他连自己都会不顾。 太父府是个吃人不见骨头的窟窿, 可这将军府也不太平。 但好在人少, 嫡出这戏也只有婆母和沈婷了。 庞戏也只有二房一家, 是个安分的。 我本就是想过安稳的日子, 哪怕是表面, 可沈婷偏不如我的愿。 给我下药的, 我想应该是婆母。 她不想要我的命, 但她想让我的身子孱弱, 这样才能把我困在这将军府, 让我守着这火寡。 其实大可不必, 母家那边, 我是回不去的。 第二日, 我去了婆母屋里, 姑娘贴心, 你身子弱, 有个根儿怕是吃不消的。 我心里冷笑, 这理由倒是冠冕堂皇, 不过是怕我收养了一个根儿, 抢了她那亲孙儿嫡长的名号。 不过沈婷与林书儿这样苟合, 她顶多算个外事, 她那孩子, 也算是外世子。 我洋装为难的样子, 母亲, 我身子不打紧的, 我们从二房那边过计一个根儿, 也好让母亲早日想天伦之乐呀。 婆母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难看, 随即又舒展开来。 也是, 沈婷还在呢, 我就要从旁戏过计孩子, 确实是在打他们的脸。 我离开了婆母的屋子, 王嬷嬷在我身旁。 夫人, 这是有准吗? 我向王嬷嬷递过去一个安心的眼神, 想着共享天伦之乐, 婆母她自己会筹谋的。 沈婷, 骗了我这么些年, 也该是你们妻离子散的时候了。 我直接将过季的事交给了婆母, 让她物色过季的人选。 转眼就到了过季的日子, 我看着婆母膝下不过两岁的奶娃娃。 我仰起了笑脸, 没出错呢, 在场的还有二房家的第二子和其妻子。 我向他们问了好, 一事是有些繁琐, 我倒是轻松, 只喝她的茶就是了。 那奶娃娃走路还不算太稳呢, 举着那茶, 晃晃悠悠的。 我急忙蹲下去接她的茶, 我刚要喝下去, 就听到王嬷嬷的声音。 夫人, 夫人, 我放下了那杯没喝的茶, 瞥见婆母那紧张的神色, 我勾起了唇角。 王嬷嬷, 大呼小患得成什么体统? 你也是王府的老人了, 还这样冒失? 夫人, 奴婢失礼了, 只是这件事关乎小少爷。 奴婢这才没了规矩, 我有些疑惑, 也不管什么敬茶了, 走到了王嬷嬷的身旁。 什么小少爷? 婆母的脸色也是难看。 嬷嬷, 这茶还没敬完, 礼还没成呢? 不是, 老夫人, 是礼少爷, 他没死。 我的身子一个亮枪, 抓住了王嬷嬷的胳膊。 嬷嬷, 你说什么? 礼儿没死。 可当时礼儿明明是在母亲的怀里, 没了气息的。 婆母也被王嬷嬷的话震慑在原地, 听我这么一说。 回过神来, 是啊, 当时礼儿可是在我怀里没了气息啊。 一屋子的人被这个消息震惊地都愣在原地, 谁都没想到只是一个过际的仪式, 还出了这档子事。 王嬷嬷只是想赶快把事情交代清楚, 嘴快得很。 夫人, 老夫人, 当时的那个孩子是那产婆女儿的儿子啊。 他们当时换走了咱们的小少爷。 说吧, 嬷嬷把带回的那个孩子带到了屋里。 不过一眼, 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 那孩子和沈婷简直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那孩子一身不一, 脸洗得白净, 想必也是家里人用心对待的。 我也愣在原地, 一时忘了反应。 嬷嬷把那孩子推到我怀里, 我把他抱在怀里。 感受到他那瘦弱的身体, 我眼里泛起泪花。 又看到婆母怀里那个胖乎乎的奶娃娃, 眼里全是幽怨。 婆母注意到我的眼神, 脸上全是尴尬之色。 我抱着孩子就想离开, 全然已经忘了过季之事。 二房那边出了声, 老夫人, 嫂子, 这过季之事可是早就谈好了的。 这孩子可算是你们那房的了。 二房那边说完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我看着忍着气, 算盘落空的婆母, 没说什么, 行礼离开了。 留下婆母带着那奶娃娃留在祠堂。 我带着莉儿回了房间, 王默默凭退了下人。 我看着站在我面前的小人, 四五岁的样子, 倒真是和沈婷一样。 那孩子也不怕我, 看着我。 母亲, 我叫林起。 我的话被她的一生母亲噎了回去。 王嬷嬷看着我吃瘪的样子, 吃笑出声。 我有些恼怒, 嬷嬷, 你从哪里弄来这么一个孩子, 和沈婷倒是像得很。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这孩子是沈婷的呢? 嬷嬷回我, 夫人, 这是说来也是巧, 这孩子是在京郊的村子里寻到的。 我也没多想, 普天之大, 有个相似的人也不足为怪。 我给林起换了衣物, 她那不一太显寒酸。 我让厨房给林起做了一桌子的吃食, 酸甜口的, 我想着小孩子会喜欢。 婆母来时, 我和林起吃得正欢。 婆母带着那小娃娃一起来的。 我急忙起身给婆母行礼, 让婆母一同留下用餐。 青汁, 快让我看看鲤儿。 鲤儿, 快, 快向祖母行礼。 只可惜, 林起并不懂这些规矩, 只是向婆母鞠了个躬。 我注意到了婆母眼中的不喜, 并未多言。 青汁, 我知道现如今是点没事。 可是沈承轩也被二房留在了这里。 承轩? 婆母把那奶娃娃推出来, 就是她, 不如一并收养了吧。 也好和李儿做个伴。 我看着婆母, 把一道菜放入了她碗里。 母亲, 现如金铃儿找到了, 估计这是要不就算了吧。 我也不太好让他们母子分离呀。 我看着婆母的身子僵硬了一瞬, 又开口道, 再说了, 这孩子要是真记在了我名下, 这对李儿不公平。 母亲, 我说句实在话, 以我和夫君的关系, 想着李儿就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了。 她是我们将军府唯一的嫡出, 我想给我的李儿这样的身份。 婆母一下子把碗摔在了地上, 你说的这算什么话, 成何体统啊? 我急忙给婆母针上茶, 母亲, 还望你成全。 我们大不了将这孩子养在府里, 只是没名分算了,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 僵持在原地。 沈婷的出现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 我看着站在门口的沈婷, 突然不知做何反应。 她倒是与我之前在寺庙里见到的一样。 母亲, 芝儿, 我回来了。 婆母见到沈婷, 倒是开心得很, 一个劲地抓着沈婷的手, 吩咐着厨房再做些吃食。 母亲, 我吃过了。 不用再准备了。 芝儿, 我回来了。 我愣在原地, 呆呆地向她行了礼。 夫君回来了。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丽儿, 快去看看你父亲。 沈婷文言, 看到了我身旁的孩子, 那和她如出一辙的面容, 让她一时失神。 倒是林起慢慢走到了沈婷身边, 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父亲。 沈婷醒过神来, 将她搂在怀里。 突然, 沈承轩开口了, 父亲, 父亲。 我看着婆母和沈婷有些慌乱, 欲盖弥彰的样子, 故作惊讶, 夫君认识这个孩子。 沈婷急忙否认, 娘子玩笑了, 小孩子这个年龄段正是学舌的时候, 她可能是在学里而说话吧。 我看着沈婷, 哦, 夫君倒是很了解孩子呢。 沈婷摇头否认, 怎么会? 我猜的, 不过我看这孩子跟我也是有缘, 不如趁着给脸上族谱的时候, 一并把过计这是办了吧。 我看着他们母子俩把我当傻子一样, 蒙在鼓里的样子, 开口道, 既然夫君喜欢, 那便收养了吧。 不过不是记在我名下, 暂且记在西院的春姨娘名下吧。 沈婷还想反对, 只见婆母给她递了个眼神。 这样也好, 那就按轻之的意思来办吧。 这样也好, 儿媳还有一事相求, 还望母亲答应。 我想给雷儿改个名, 想改做神起。 没事, 这些都好说。 我吩咐下去, 让他们准备着日子和东西。 咱们抽些时间把这是办了。 今天亭儿回府, 你和青芝好好谈谈谈心, 耽误了这么些年。 婆母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只留我和沈婷在屋子里。 我和沈婷相看无言, 谁也不打算先开口。 最终还是沈婷忍不住了。 青芝, 这些年来, 将军, 我去给两个孩子准备下屋子, 收拾些衣物。 说完我便离开了, 我并不想单独和沈婷待在一起。 我逃得过一时, 却逃不过晚上。 哪怕今晚我可以让她去春仪娘那里, 那之后呢? 我躲得过吗? 晚上, 嬷嬷伺候我梳妆。 嬷嬷走前, 我嘱咐嬷嬷以后每早都要炖一盅参汤, 嬷嬷看了我一眼便离开了。 我坐在床上, 看着在书案旁看书的沈婷, 竟生出一种我们正在洞房花竹叶的错觉。 意识到自己所想之后, 我没忍住吃笑出声。 我的笑声引来了沈婷的注意, 她以为我是欢喜她的回来。 娘子何时这么高兴啊? 没什么? 想到我的脸儿, 不, 启儿还在。 我这心里就欢喜, 沈婷心里的喜悦 被我的话浇灭了。 她不言, 我也不语, 落了灯, 我上了床。 沈婷愣了一会儿, 也上了床。 芝儿, 我错了, 我该早些回来的。 我现在才发现 你的身子竟这样瘦弱, 是我意气用事。 听着沈婷的言语, 我有些烦躁。 我今日累了一天, 身子倦得很。 夫君, 早点休息吧。 沈婷没了声音, 我却是睡不着了。 沈婷回来得突然, 我本以为她会先安抚 林姝儿一些时间呢。 既然她回来了, 那有些事 怕是要提上进程了。 沈婷下床点了蜡, 透过烛光, 我注意到 沈婷的脸色有些难看。 清知, 我们好好谈谈好吗? 我叹了口气, 那夫君先说, 清知, 我知道之前那事是我的错, 我在你生产之时 没有陪在你身旁, 让你受苦了。 当时李儿出事, 你给了我和离书, 我不想与你和离。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还怕圣上怪罪, 所以我选择了最蠢的法子, 我逃了。 可这些年, 我想明白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听着沈婷满是隐瞒的话, 我很想把话讲清楚, 但我不能。 夫君, 我们就这么糊里糊涂地 过下去算了。 我也累了, 我们早点安寝吧。 婆母准备了半个多月, 才把事情安排妥当, 把日子定到了这月十八。 这段时间, 京城里传遍了将军府嫡子 找回的消息, 想必他也听说了这个消息。 十八的日子来得很快, 这些天里, 我等着他上门来闹, 可竟然没等到他, 倒是没想到他这样沉得住气。 这日, 我带着王嬷嬷 去街上的铺子里看点心, 在回来的路上, 却碰到了苏景安, 一个我以为再也不会见的人。 他身边跟着一个人, 只见苏景安给了他一包东西, 便离开了。 我把看中的糕点的名字 告诉了王嬷嬷, 便招呼小厮回府了。 碰到了苏景安, 我有些失态。 我现在满脑子糊涂得很, 不明白为什么苏景安 又回到了京城。 我让嬷嬷去打听这件事, 我这心里总是有些不安。 我回到将军府, 听婆子说启儿在祖母那。 我准备去将启儿带回屋里, 置身去了婆母屋里。 我还没进屋, 只听到沈婷在和婆母谈话。 儿啊, 你到底是如何打算的呀? 如今里儿没事, 也认了回来。 承轩马上也要上族谱。 只是林淑儿她。 沈婷文言皱了皱眉, 淑儿她, 我过些日子 接回家里来做个贵妾罢了。 我之后是要和清芝好好过日子的。 先前的事却是儿子的错, 清芝这些年也受苦了。 婆母听到沈婷的自责的话, 又忍不住心疼。 我的儿, 妇人生子本就危险重重, 那都是意外啊。 清芝她当时竟然还要跟你提和离, 哪有这样的儿媳。 你躲去寺庙, 也是为了让你躲去太后的责罚。 也不知清芝这个小小的庶女, 怎么会搭上太后? 要不是她, 何必让你我母子分离, 每次见面都还要偷偷摸摸? 母亲, 后面的话我便没再听了, 我没想到在她们母子眼中, 我的背后还有太后。 只是我也没想到, 沈婷竟然要让林淑儿当妾, 不过也是, 林淑儿到底是嫁过一次人。 看来呀, 这放在心上的白月光, 生活在一起久了, 也被这柴米油盐 搓沫地变成了苍蝇血。 我回到屋里, 企儿紧随身后, 看着企儿神似沈婷的容貌, 又想到今日无意间碰到的苏景安。 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个猜想。 晚上, 沈婷去了西院的春姨娘那边, 可是我依旧睡得不安稳。 我梦到了苏景安。 我是太妇之女, 父亲是当今天子的老师。 父亲在皇帝即位后便主动辞官了, 在京城开了家私塾, 尽是些官员的儿子在读, 苏景安是在我家读书的尚书家的数字。 两个不受关注的小孩就这样遇见了。 我三岁没了母亲, 又不受祖母待见, 父亲虽对我多有关照, 可一个踏入后院不多的父亲, 终究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我是在私塾的花园里遇到苏景安的。 父亲本就是圣上的老师, 现如今办了私塾, 对知识的传授是十分重视的。 故此, 我们家的姑娘也是在私塾里读书的, 只是与那些外男分了开来, 隔了一个花园。 她是那边的小透明, 我是这边的小透明。 我喜静, 喜欢在花园角落的池子旁边, 看着池子里的鱼, 一个个吃得胖乎乎的。 我与苏景安有所交集, 是她捡了我的帕子。 一个帕子罢了, 丢就丢了。 苏景安并未被我的冷言冷语击退, 倒是笑着向前。 画面一转, 是我俩在放风筝, 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二年。 苏景安看着放着风筝的我, 眼里全是笑意。 我注意到苏景安的眼神, 悄悄红了脸。 轻知现在可是比之前活泼多了, 在我面前可算是做自己了。 我洋装恼怒, 看了苏景安一眼, 只听见苏景安更加爽朗的笑声。 其实那段时间我们是真的很好。 一切都为挑明, 相处像是蒙着一层纱, 朦胧但美好。 我和苏景安相处了三年, 我一点点地放开自己的内心。 在我的吉吉礼上, 苏景安送了我一个玉佩, 是他一直贴身佩戴的。 请知, 你等我三月, 待我籍贯, 我让父亲来向太傅提亲。 我满心欢喜地等了三个月, 等来的却是他另取他人的消息。 我让嬷嬷去打探消息, 才知道尚书府出了大事, 尚书在朝堂上得罪了大将军, 被皇上斥责, 撤了职, 便回乡去了。 我给苏景安写了信, 我想告诉他我不在意这些的, 可我联系不上他, 我寻不到他, 再次知道他的消息时, 是他的亲事定下来。 嬷嬷说, 苏景安来信说是要跟我说, 我见一面。 我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 还是不要见了。 圣上赐婚将军府和太傅府, 嫡姐不愿, 父亲那晚找我谈话, 我想这大概率是我了。 我从梦中惊醒, 天还没亮。 我本是不愿回忆苏景安的, 他是我最开始的希望, 也是最初的破灭。 嬷嬷带回了苏景安的消息, 他的夫人病逝, 他便回了京城。 他那夫人本就体弱, 自他们成亲后便搬去了江南养病。 现如今回京, 这时间未免太过巧合。 想起起儿的出现, 那和沈婷相似的面貌, 我突然有了个念头, 想来这些和苏景安都有些关联, 那故意引我去见沈婷的, 想必也是她了。 或许明日的过季不是我的主场。 早上, 沈婷来到我这屋吃饭, 启儿也来了, 我专注管着启儿, 倒是没怎么搭理沈婷。 不过一会儿, 沈婷来报, 夫人, 府门外有个女子带着个小姑娘, 说是, 说是小少爷的亲娘。 我本以为是启儿的养母, 便道, 哦, 是二房那边的吗? 初点前打发走算了, 沈婷看了眼沈婷, 低头回我, 夫人, 说是来找主君的。 沈婷将了身子, 想必是猜到是谁了。 我让嬷嬷从侧门将人带过来, 吩咐着别让人瞧见了。 我看着沈婷, 夫君, 既是来找你的, 又怎么会说是小少爷的母亲呢? 沈婷看着我, 却不知怎么开口。 我想, 这承轩的过忌之事, 还是等一等吧, 我们还是先去把启儿的名字记住, 我站起身来, 等着沈婷。 婆母在祠堂看着只有启儿时, 想问什么被沈婷制止了。 我和沈婷从祠堂回来。 林叔儿带着女儿, 已经是在屋里等着了。 她见到了沈婷, 哭着扑向她, 婷哥, 你这么久都没回来, 我带着女儿来寻你。 承轩呢? 前几日, 她祖母将她带走, 到现在还没回来。 婷哥, 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看着面前搅柔造作的林叔儿, 险些控制不住脸上的表情。 我笑着看着沈婷, 夫君, 这位姐姐是。 沈婷只是呵呵笑了两声, 这位, 这位是林叔儿。 在寺庙照顾了我几年, 我端正了姿势, 倾壳一声, 那便是外事了。 外事两个字, 像是戳到了林叔儿的痛处, 她竟直接反驳起我来。 我可是为沈家生下了一子一女, 怎么说, 也算是沈家的功臣了。 我还尽心尽力服侍了婷哥四五年。 你那刚寻回来的孩子, 还不知道是不是婷哥的骨肉呢? 我看着林叔儿洋洋自得, 口无遮拦的样子, 只是看了眼沈婷。 不出意外, 沈婷有些怒涩在脸上。 我先前看到了 启儿手上的针尖印子, 想必是做了滴血厌亲的。 一个将军府, 不可能因为相貌相似 就直接认下孩子, 好在我提前做了准备。 你在这胡言乱语些什么? 青芝是我的妻子, 你怎么能这般失了体统? 林叔儿面对这样的场景, 向他女儿使了个眼色。 父亲,兰儿想父亲, 想轩弟弟。 听言,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沈婷。 轩弟弟, 难道是承轩? 青芝, 你听我解释。 我看着沈婷, 扶了她的面子, 派人将林叔儿赶了出去。 沈婷, 我是傻子吗? 你和母亲竟然还想将 你那外世子过继在我名下? 沈婷, 你可真是好算计。 青芝, 你先平稳下心情, 我晚些来和你解释。 我也懒得和她周旋。 我想沈婷应该是去追林叔儿了吧。 自己做的孽, 自己还去吧。 只是林叔儿大闹这一场, 真是无趣。 陪着他们做戏, 还真是累。 我还以为苏景安会给我带来多大的惊喜呢? 看来还是要让我出手。 我给嬷嬷递了个眼神, 嬷嬷悄悄从侧厅离开了。 我带着启儿去给婆母请安, 婆母也知道了林叔儿的事情。 她和沈婷一起瞒着, 哐骗我。 她多少有些难堪, 赏了我不少东西。 我带着东西回了屋。 沈婷死了, 消息传到将军府的时候, 婆母一个急火攻心便晕了过去。 嬷嬷回来告诉我沈婷是淹死的, 我有些愣神。 淹死的吗? 林叔儿做的。 嬷嬷点了点头。 我叹了口气, 还真是愚蠢, 当街杀掉了将军府的少爷, 这是个多大的罪名啊。 我让嬷嬷去报了官, 嬷嬷作为证人。 夫君和外事出门, 正是妻子派了个嬷嬷跟着, 看到了全过程, 这很合理呢。 我安排了沈婷的葬礼, 到底是将军府的嫡子, 牌面还是要摆起来的。 我大办这场葬礼, 婆母一直没醒来。 也是, 她怎么会醒来呢? 我给沈婷准备的参汤, 现在可全是她的了。 第二日, 我收到了苏景安的邀请, 我让嬷嬷定了地点。 我得去, 去把这些事都讲清楚, 我也该过我的新的日子了。 我看着眼前的苏景安, 他留了胡须, 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少年的样子。 苏景安看到我很是激动, 轻知, 我打断了他的话, 苏公子, 身份有别, 你还是换我做沈夫人吧。 轻知, 我能向你解释的。 我看着他, 问道, 解释什么? 解释你当时为了前途, 娶了丞相之女, 解释你现在回京了, 还想和我再续前缘。 苏公子已经过去这么些年了, 许多事都已经不一样了。 我说完便觉得失言, 说这么多干什么呢? 苏景安有些失控。 有什么不一样? 轻知, 你当时嫁给沈婷无非是为了和我赌气。 我当时没有收到你的信件, 我当时也是没得选择。 我当时嫁给沈婷是有些赌气, 可我并不想承认。 苏公子, 你多想了。 我当时也是没有选择。 轻知, 没事的, 我回京了, 我们现在都可以自己做主了。 轻知, 沈婷他就是。 我心下一惊, 苏景安, 你闭嘴。 我努力平复自己的气息, 苏公子, 有些事还是不要讲清楚为好。 我们其实都是很了解对方的。 是吧? 有些事不用你出手, 他也会是那个结果。 轻知, 我们真的。 我没听苏景安之后的话, 我离开了。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我和苏景安很像, 我们都生在那虎狼窝里, 都是只能靠自己的命数。 从我知道我母亲并未去世, 是被父亲送到了三王爷府里时。 我就知道, 在这家里, 只有我自己才能救自己。 苏景安也是, 他是数子, 又不得父亲重视。 他想要的, 也只能自己去争。 我们都太了解对方了。 我知道他的妻子并是有他的手笔, 我知道, 起而是他找来的, 我知道, 是他找到了林姝儿。 从我看到林姝儿一家开始, 就是他的手笔。 想必沈婷的逆王背后, 也有他的手笔。 林姝儿待沈婷还算真心, 不会因为一个妾室的身份, 就置他于死地。 想必他俩定是有了什么交易。 我都知道, 可又能怎样呢? 我们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回了府, 却看到林姝儿在将军府门口闹事, 他带着女儿, 不知怎地也带着儿子。 我看向嬷嬷, 疑惑他为什么没被官府抓走。 嬷嬷知道我想什么, 开口答道, 夫人, 她知道我们报官后就跑了, 连孩子都没带。 那现在出现了, 去告知官府一生。 林姝儿在门口指着孩子大喊, 这是将军的儿子和女儿, 该让将军的血脉尽腐啊。 百姓在周围指着点点, 却没人相信她的风话。 毕竟沈婷将他们养在寺庙里, 未曾见过什么人, 人们都只觉得林姝儿是个疯女人。 林姝儿听着周围人根本不信她的话, 急忙想要证明。 这是将军的孩子, 老夫人可以作证。 还有这些, 这些都是将军给孩子的玉佩, 这可是将军的贴身之物啊。 这些都是证据啊。 我看着林姝儿举着玉佩给周围百姓看的举动, 只觉得好笑。 她也说了, 这是沈婷的贴身之物, 普通百姓又怎会认识。 至于老夫人, 怕是不可能给他们作证了。 二房那边我塞了钱, 想必承轩的身世, 他们也是不清楚的。 我让嬷嬷偷偷偷偷将成轩和兰儿带回了府, 至于林姝儿, 她自是进了官府。 嬷嬷给成轩和兰儿换了衣服, 带到我面前。 兰儿的眼神相比前几日木讷多了, 像是见到母亲亲手杀了父亲, 吓坏了。 我把她抱在怀里, 轻轻安抚。 兰儿没事的, 这是父亲的家, 也就是兰儿的家, 不怕, 不怕。 我将三个孩子安顿好, 又托人将兰儿和成轩的名字 寄到了沈廷名下。 王嬷嬷有些纳闷, 夫人, 为何又要管这两个孩子呢? 嬷嬷, 沈家老将军和大哥 到底是对朝廷有功, 两人为了这国土, 将命留在了战场上。 沈家不该留下个没后的后果。 这两个孩子还小, 悉心教导, 不怕的。 夫人心词, 我笑了笑, 没说话。 我可不是个心词的人。 婆母是在第二年的春天走的。 哎, 这草药还是被多了呀。 本想着两个人用, 怎么也得多被一些。 我躺在摇椅上, 看着枝头的桃花。 我刚想入睡, 就听到了几声母亲, 是孩子们放学了。 我一直留在这将军府, 在另一种意义上 也是如了沈廷和婆母的愿。 只是我留的情愿, 在这将军府里, 我虽操劳些, 可一切由我做主。 嬷嬷告诉我, 苏景安回江南了, 我没出生。 我俩本来就不该再有交集。 多年后, 我成了这将军府的老夫人。 新帝登基, 她在还是皇子时 曾受过老将军的照福。 对将军府倒是多有照福, 对我也是多有尊敬。 我也算是为自己 争得了一个好的结局。 沈廷发外, 我是将军府的幼子, 不像父亲和大哥那样, 我自小就不喜打打杀杀的。 父亲教导过我一段时间, 最终也是歇了心思。 我受着父母的宠爱, 我以为我会一直顺遂下去, 可是还没等我籍贯, 父亲和哥哥在战场上殉国了。 一时间, 将军府没落。 四年, 皇上给我赐婚, 是尚书府妖女。 我拒绝不了, 同样的, 他也拒绝不了。 那时, 我的青梅刚刚弃我而去。 其实, 我是理解的, 将军府没落了。 他则凉目而妻, 我不怪他。 我就这样成了亲, 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子。 婚后我们举案其美, 日子过得也还舒心, 她有了身孕。 我要当父亲了, 可是, 林姝儿回来了。 他说, 他当时偷偷来找我, 被父亲发现了, 他父亲一气之下, 就将他嫁给了老家的表哥。 可表哥带他不好, 现如今表哥死了, 他逃了回来。 我一时心软, 收留了他。 姝儿不好回母家, 我念着少时的情义, 我想着就帮着一个忙, 不打紧的。 我想着过些时日, 将姝儿接到府中做个测试。 姝儿去见了青枝, 我有些慌神, 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可我没想到, 就是这一见面, 青枝早产了。 而那晚, 我在陪着林姝儿。 我第二日回家, 看着青枝和那小小的一团, 心里充满了柔情。 青枝身边的嬷嬷, 看我的眼神不太好。 我自知理亏, 一个劲儿地照顾着青枝, 可他并没有一些 粘酸吃醋的样子, 只是看着孩子。 我想我们之间的隔阂 是更大了。 他给孩子起名神礼, 我知道他心里不舒服, 也便随了他。 可小礼胎礼不足, 去了。 青枝要与我合理, 我慌了神。 母亲给我出了主意, 让我去寺庙里去。 省得太后怪罪。 我虽是不解, 但还是去了寺庙。 我没想到, 林姝儿也跟了过来。 就这样, 我们一直生活在 寺庙后的小院里。 母亲有时会过来看我们。 我竟觉得这样的日子 比在将军府还要舒心。 母亲想让我把承轩过继到家里, 给他孙儿一个名分, 我没意义, 就随他去了。 可这日子终究是没有持续太久, 母亲来信说李儿找到了。 我赶紧回了府, 看着那和我一个样子的孩子, 我有些愣神。 听了母亲的解释, 看着抱着孩子的青枝, 我的心突然有了异样。 于是我留在了将军府。 我全然忘记了 林姝儿还等着我。 直到母亲问起, 我才想起, 我想过些日子将林姝儿接近府来, 当个贵妾也就罢了。 我原以为日子会按照我想的过下去, 可是林姝儿又出现了, 青枝知道了她的存在, 承轩上族谱的事不了了之。 她在府里大闹一通就离开了, 我只得去寻她。 我在桥边追上了林姝儿, 林姝儿一副要流泪的样子。 难道在亭哥心里, 姝儿只是一个外事吗? 可明明是你对我说你不爱青枝, 你说你爱的是我。 我听嬷嬷说你打算让我当贵妾, 亭哥,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本就因为沈承轩没上族谱的事感到烦躁, 现如今她又在这里扯嘴舌, 争未分。 语气里难免有些难听。 姝儿, 我看在你是我知己的分上, 对你也是不错了吧。 虽说你为我诞下一儿一女, 可你到底是嫁过人的, 怎么还敢肖想正妻之位啊? 我一把甩开林姝儿缠着她的手, 我就知道, 亭哥, 那人说的话果然没错。 可是亭哥, 是你先招惹我的。 现在我也是要为自己争一争的。 我本想问那人是谁, 就被一股大力推进了河里。 我不会水, 只能在河里挣扎着, 这才发现岸边竟然没有一个人。 我大声地喊着救命, 突然间贴到了岸边的王嬷嬷, 我想呼救, 嬷嬷却直接离开了。 我拼命地挣扎, 体力却渐渐消失。 我只能任由自己落入河底, 就这样结束了。 苏景安翻外, 我是在太傅加念私塾时碰到清智的。 我与他初次的交集, 使我捡到了他的帕子。 他以为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可其实, 我早就留意到他了。 他总是喜欢安静地坐在池子边, 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去还帕子, 他也是一副毫不在意的状态。 后来我知道了他是太傅的庶女, 我和他交往越来越多。 我们俩很是相似, 发生的一切好像都顺理成章。 在他急急时, 我向他表明了我的心意, 给了他我的贴身玉佩。 他收下了, 我从来没那么高兴过。 我回府将我的意愿告诉了父亲, 父亲也表示同意, 只是要等到我习惯时, 再去太傅府提亲。 可谁也不曾想到, 只是待我习惯的这段时间里, 尚书府发生了大事。 父亲得罪了大将军, 被贬值回乡了。 当晚, 父亲告诉我, 与太傅府的亲事怕是不可能了, 倒是丞相家的妖女, 重意我许久。 我一下子就懂了父亲的意思, 我想反抗, 我并不想娶丞相家的女儿。 母亲把我拦了下来, 母亲求我答应, 父亲许诺他, 只要这是成了, 就会许他册夫人的身份。 我没法拒绝我的母亲, 只想着去和青芝解释这件事, 可我竟连尚书府都出不去。 等我出府后, 我写信给他, 我想见他一面, 他拒绝了。 不过几日, 他与将军府定亲的消息便传了出来。 我娶了丞相的女儿, 他身子病弱, 我们成婚后就去了江南, 那边有利于他养病。 我悄悄打探着青芝的消息, 据说他过得很好, 还生了个儿子, 我只是苦笑, 他过得好, 也就是了。 父亲借着丞相的事, 逐步回了京城。 我依旧待在江南, 我回去又能如何呢? 直到我在江南碰到了曾一起在太傅府读书的同窗, 他来江南任职。 我这才知道原来亲之过得并不好, 他失了孩子, 丈夫还躲去了寺庙。 那我得到的消息,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夫人。 果不其然, 替我打探消息的人竟然和我夫人的奶娘有着联系。 我想着我要回京城, 可夫人的身子离不开江南, 那她就留在江南吧。 夫人死后, 我回了京城。 经过多方打探, 我才知道清之这些年的状况如何。 同时我也查到了原来沈亭在寺庙里还有一个家。 我特意引导着清之发现这一切。 又派人找了一个和沈亭相貌相似的孩子, 我猜清之她用得到。 果不其然, 清之派嬷嬷来找孩子, 我派人江启儿交给了嬷嬷。 沈亭回了将军府, 可我等了好久, 也不见沈亭出事。 按照清之的性子, 沈亭早该不在了。 可如果清之爱上了沈亭呢? 她会心软吗? 不行, 这是我要插手, 沈亭她该死。 我派人找到了林书儿, 挑唆着她去杀了沈亭。 告诉她, 只要沈亭死了, 那将军府的一切都会是她儿子的。 那寻回来的启儿, 根本不是沈亭的孩子。 我不过是稍稍挑唆, 她就信了。 只是我没想到她会当街杀了沈亭, 还真是愚蠢。 沈亭死后, 我去找了清之, 我想告诉她我已经将一切都解决好了, 我们之后没有障碍了, 可清之只是告诉我,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清之回到了将军府, 而我在丞相的安排下, 又回了江南。 清之后, 我替你一切都解决了。 我替你一切都解决了。 原来是他的初心的。 我替你一切都解决了。 我替你一切都解决了。